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呢还要承诺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会经常的洗手然后会佩戴口罩 那我们每天都登记好了身体状况信息之后呢就会有一个 它能当有一个绿码所以这个APP的本质上呢其实就是健康码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日本后生劳动省的这个APP也是我们记者必须要下载的 它主要是在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有接触的人出现了阳性的时候会用到这个APP 这个APP倒确实是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的但是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用上它 那么当然啊出发前必不可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肯定要做核酸检测了 澳洲委对我们的要求呢是出发前的96小时跟72小时要分别做两次核酸检测 必须在它规定的机构来做这个核酸检测而且必须要是鼻烟柿子 说到这个鼻烟柿子我之前做过一次我感觉真的是蛮疼的 这次要连续做两次我感觉我现在我娇嫩的鼻孔都在瑟瑟发抖 那么我现在就要过去了走吧 我现在已经做完我的检测了感觉脑花都要被捅出来了 这是我们正文部的同事行冲被捅鼻孔的感觉怎么样 还是很酸爽的因为还是第一次是这样的去做核酸检测 你是第一次啊 对我是第一次 疼吗 还行还行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说不管就是再怎么疼也好或者再怎么麻烦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说我们这次去奥运报导能够就是顺利跟平安嘛 对吧 也希望说经过这么多麻烦之后我们将来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报导 希望大家关注中心社的奥运报导 关注我们干八点加油 拜拜